韓國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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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執政 成立選舉高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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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選舉大學 兩名參與民國民國民國民就行 歡迎大家繼續在我們中華遊樂會全港網投公開賽2022年的直播 去到最後一個event了,Derek 壓軸好戲,我們的女子雙打決賽 剛剛進場的,我們看到就是蛇俊永和張寧,就是去年的冠軍 沒錯,也是我們前一姐張寧 他們今天的對手就是今年,我想他的排名都很高了 五萬贏,因為已經贏了兩個錦標和一個單打的亞軍 就是今年三年,叫豐收的一年 在Prudential的硬力公開賽裡面,拿了女單亞軍 他的拍檔就是那個比賽的女單冠軍 跟著南華會和中華遊樂會的女單冠亞軍都在 他們兩個都是分扮,就是Maggie五萬贏就拿冠軍 而比拉真卡就是拿亞軍 沒錯,就是最當打的兩位球員 和我們的前一姐去年的冠軍 今年看看能不能衛免得到 不容易打的,因為其實昨天在女單決賽裡面 比拉真卡和五萬贏,我們都有介紹過這兩位球手 五萬贏是香港現在全職的球手其中一位 沒錯,而比拉真卡是來香港執業的教練 但是他在世界排名裡面,ITF的排名有150多位,157位 而在雙打的錦標裡面,ITF的錦標拿過20個雙打 有五個單打,非常之好的成績 今年也不是年紀大,只有30歲 在場,那麼多位球員的年紀都不是很大的 沒錯,我正在說因為退役的關係 沒錯 所以雖然你說香港做了教練,但他只有30歲 張寧也是香港的一姐掛了柄 而蛇俊明也是香港青少年組和公開組的冠軍 沒錯 其實這四位都是香港的冠軍人物 在女子雙打決賽裡面碰頭 我們大家一定要看一下,今屆的女士雙打決賽 是會產生一些什麼的賽果和什麼火花 因為其實之前幾年我們看到都是有些青少年組的球手在打 但是今年這兩位,四位較為成熟一些,經驗豐富一些的球員 進來決賽,其實絕對會給我們一個不同的觀賞角度 沒錯,蛇俊明呢,其實香港雙打和混雙 他贏了很多很多次 沒錯,他也是雙打的專場 雙打是他的專場 現在螢光幕看到的,右邊這一位就是張寧 全香港的頭號重子球手 很多世界排名去過220至230位 在WTA的排名 他最高是一百多,一百九十幾 一百九十幾 而蛇俊明也是在香港中華遊樂會的前女單和女商冠軍 亦都已經轉了做全職教練 至於螢光幕現在看到的左邊這位五萬營 亦都是香港現在全職球手 大學畢業才正式參與全職訓練 而他的左邊這位就是我們剛才介紹過 提到昨天在決賽中輸了五萬營的比拉真卡 今年三十歲 來自白俄羅斯的教練 比拉真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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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習慣快的場地 今天出來打 應該沒什麼問題 比拉真卡 當然會不同 我們其實如果看回球速方面 對面那位球手都很不一樣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張寧退了役 他去年開始被我見得到他的底線的抽擊 其實比起以往來說都沒有那麼猛 而蛇俊明他的打法是專注打法球上網 他的攔截相對上是較為好的一個球手 這位是張寧在WTA的職業派遇到184位 這位是他的職業生涯最高的 咦?很近的 2011年不久之後 2011,不是2011 2011 2011就是十年前 十一年前 是啊 對 但是他一直都一直打 打到兩年前 應該是 現在是回去做豬 沒錯 最普通的 競爭 更加能力 甚至太を 主要受到 採訪 更加能力 而是 多分 亦都正確實 各大會 我覺得 都沒有 所以 和 比拉珍卡在數字上也不算高牌是米塵的 給我的感覺可能將來這排都受傷了 看起來是高很多的 昨天看比拉珍卡的力量也挺強的 只不過是不適應我們室內場的速度 而他在職業生涯中拿了二十個雙打錦標 我們也要看看雙打的功效是怎樣 我記得去年的決賽是張寧和蛇俊穎打兩位年輕球手的 沒錯是Cloris Lee和李文貴 好像是 是的 因為其實他們也 還有謝倩如 是的 當然兩位小妹妹對著兩位經驗這麼豐富的球手 做不到台牌的威脅 但是他們今年為免這個錦標的時間要對著兩位經驗豐富的球手 當然是要看一看了 那我記得就是Maggie也都在世界大學生運動會裡面 拿了牌的 拿了牌的 是的 隔著張偉媛 和Yudis Udice剛才在第一線我都看見 他也有來看 嘻 她回來了 是的 我還好久沒有見到她 好 熱身完畢了 比賽開始 第一局是由五萬營開 已經在網前獲得分了 五萬營開 三公佑 二公佑 你見到蛇俊榮雖然打球的力度球速慢快 但是他會有很多變化 Lob,他在網上很快 所以他是一個雙打的專家 絕對不容易應付這個球手 尤其是他退役下來之後 訓練不太多,跑動不夠小朋友的速度 但是他的手感是很好 處理球場的角度各方面都是好 現在下來有break point,五萬元這個八角谷 剛剛有這個球 好驚訝,兩位球手覺得這個球出界 是 打算走過對面 三十四十 還是break point 沒有錯 剛才的意外之下呢 之後呢 就馬上被曼瑩追回一分 打算現在duce了 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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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醉三分 打算 那就出界 Obvious Sounds 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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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打算 還有Duce 雖然我們說 蛇俊榮是雙打的專家 但是他 之前的單打 也是非常之好的 是 出界 他是 也有贏過一屆 中華遊樂會的單打冠軍 有經冒險 五萬營第一個發球局 就成功保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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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少許緊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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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打算搶妄 但是張寧已經是 拼了一點時間 偷到直線位 80 三十零 兩板回球失了 兩板接對方的第二發球都接失 加油 這一邊的組合張齡和蛇津詠 賽事的一號總子 一個LUF game保住他們的第一個發球局 對方有三個接發球都失敗 是 所以補得比較輕鬆 好厲害 處理對方上網的部署做得很好 社長平想介短波上網 但對方也不讓他們有機會上網 又是用高調波化解 張寧 這板攔截太短了 他已經預料攔截會短 所以打完已經在上去 第一板撞球 張寧是 他可以拿到網前面 中間較中間的位置 但比拉正卡這板的正手都頗重 出界 補助發球局 比拉正卡 在局分方面 中間是 賽事的2號總指 是 開球先是有2比1的領先 四位球手在進級過程中 大家都沒有失過一盤球 五萬營和比拉正卡 其實在第一圈中 對著余詠詩和鄧樂堯 是以6比1 6比3 擊敗對手 進級到 中間 中間 對著楊子琳 和鄧雅文 兩個較為年輕的球手 是贏6比0 6比0 至於 張寧他們第一圈 對著國康橋和文家儀 是6比3 6比2 的晉級 至於四強 對著黎青藍和曾偉堯 是6比4 6比2 直落兩盤 進級過程中 五萬營和比拉正卡 只是輸過四局球 射中永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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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中永發球球速比較慢 看看他們如何處理 顯照天竅 射中永發球 射中永發球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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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拉征卡是一個輕鬆的 短的斜角 passing shot 破到對方的發球 Love Game 會被人破法 始終這兩位球手跟去年的兩位年輕球手很不同 當張寧和 蛇俊銘上了網的時候 他們有很多處理的方法 再加上比拉征卡的身形很高 謝淳明的這把鎖球 是絕對有信心看到他出版打下去 我估計對方會搶中間 張寧偷這個直線 但是歪了一點 其實這四位球手都經驗豐富 打過不少的職業賽事 沒錯 剛剛出界 是 都很冷靜啊 萬賢這把球 打一把低的passing shot 然後再放一個高球 打 好 哇 很有信心 我們看到蛇俊銘都沒有打算搶網 還在看發生甚麼事的時候 萬賢已經是老實不客氣了 一把直線就拍下去 再來一把球 完全是應對到蛇俊銘他多變的打法 其實他放高球是過不了 比拉征卡的角度 沒錯 也有一兩板球 其實都放到後的 但比拉征卡肯爬到兩步 其實最主要就是他們 在訓練中 是有足夠的信心去掌握球 你肯掌握的時候 就真的未必說 高球一定有效 我們看看蛇俊銘 接下來會不會有甚麼轉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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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要4比1 沒錯 第一盤球已經過了一半了 在局分上 去到4比1的比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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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的法球局張寧的第一塊球也不太順暢 現在先開雙方法 知道比拉征卡這個球打得出來有威脅 五眼形立刻拿著球場的中間位 這個球一短一點 五眼形都很肯去打 轉眼睛就連比四十 不要緊張 打開雙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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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眼形 這個球打完第一板 攔截 接著五眼形站在中間等下一板 回應 各個跟進很好 心態非常進取 張寧的這個法球局也保不住 第一板球的大比數是領先住的是 賽事的二號總指比拉征卡和五萬形 去到五比一 補完這個法球局就會先贏一板球了 嗯 今天好像張寧和蛇俊榮的發揮比較差一點 暫時 我覺得暫時你要說 其實他們想做的事 對面有好 他們的部署全部對面有一個好的應對 現在要看看他們有沒有第三個 第二個方案可以 令到對面會打得沒有那麼順 可惜的 這個球剛剛長了得那麼多 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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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三十 這個遊戲有機會 連起兩個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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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出界,進來破一個先,把局分拉近一點點,出現了一個互破 但還是落後2比5一個多大的比數 剛才蛇俊明的第一個發球局轉場後,發球局被破了 現在他跟著下來,他的第一個發球的百分比很低 開球後,對方的接發球令他的攔截也不做得太好 看看接下來他的發球局怎樣處理 因為發球球速比較慢,一打完球就變得很被動 對面是可以回到球很深,還有很行 按低又可以,打角度又可以 但當然,對面有足夠的水平,就是控制一些慢球 要打進取,而有足夠的準成度 去年我們看到那些小朋友對著這麼慢的球,不太會打 今天就全部落下了他的腳,他上網的時候 在50,000圓的正手位 但的深度和速度都不算太夠的時間 如果打好一點,可能他上網的速度要再提升 這把球很重要 其實對方這樣套過來的時間 如果他不打 他們兩個上網的陣勢就被破壞了 雖然他的蓋球不算打得很漂亮 救了回來的時間 也令對方不容易掌握 15平10 這球張寧也要幫忙 但是球過來也挺快的 沒有辦法 他控不到那把攔截就會出現這個情況 他的回球 令到蛇俊榮很難處理 因為如果他不上網的人可以打得很深 如果他上網的人會下腳 他的頭的質素不夠好 冷了一步 五萬形這個球 想不到球會這樣送到他的手邊 很重要的就是他第一個 開球之後 第一個 攔截要做得好才行 但其實他這個開球做得好 那個球有一點速度 落點也都是 令到對手沒有什麼角度打 好漂亮的落點 這個第一發球 剛剛在上街 落了五萬形的反手 有機會追回五四 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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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欠一個破法 五萬形的法球 Surfing for first set 他有機會被人打破 是 看看這一次又如何 好 太好了 棒了 尺寸泳的位置我覺得好 但是他相對上站得太後 他還在法球界的位置 其實給了很多角度 五萬形打 五萬形這個球 追上去打的角度是非常之刁鑽 是 如果是用籃子球手的打看法 就是五萬形 射俊明應該是貼著網來看著中間位 但是他只是封了中間位 但是不夠貼 十五千али 十五四千 十五 interessante 因為其實你看到比拉珍卡這個球 都很大動作去揮板 其實這個球是很PU的 四十十五有兩個set point 打了一個I formation Double Fault 還是這個set point 再一次I formation 咦 有些危機 他們的八球局都是 Dule Stare 不過剛才兩個game point set point拿不到 但是失得很快 這幾分 本來是四十十五領先的 連輸兩分球 這個球又是奪不過頭 再一個set point 成功攔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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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準一下張寧那把球好一點 就拿個中間位 我想下一盤 繼續放高球 是的 我想下一盤 在這一邊發球 Maggie會不會又是第二盤 打直線 與其給他搶 不如打給他 那Maggie那個 球拍的速度 都相信壓得到那個球 他沒有上網 打不到直線 現在上 現在上 剛才也是第二發而已 這次就 比拉真卡 想著這個球 有機會 但是誰知道 張寧按得很低 很貼望 很貼望 壓到對方這個球 做不到事情 比拉真卡 放了一個短的攔截 仍然是 Maggie 和比拉真卡 的 set point 再一次 I formation 都是第一發球 不中 第一發球開正手 第二發球開反手 於是 一 kä孟 石俊詠優在網前 都很快反應 但是 最後 這球 有少許 等下 購不到底下 五萬形和比拉真卡是以6比3才拔頭籌 贏到這場決賽的首盤 九百分之三 九百分之三 二分之三 五千 二分之三 三 五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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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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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